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5公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放容器弄 那这一套我来试一试 你试试 试一试 结果了 好 回去做给姥姥吃 先斩斩斩 先斩一斩 对 斩斩的这个目的主要是让这个肉体积出吗 表面的筋膜短了 纤维短了 这样做起来就很嫩滑了 这个切刀就切直刀 要1.5公分 为什么都要1.5公分呢 这样便于它 一便于成熟 二吃的嘴里还有质感 切得太碎了 那就成炒压力了 我们叫炒丁 这样做出来美观 给它盛到容器里头 好 是不是现在需要腌一下了 对 下面腌制了 我们先要用一点点 什么呀 嫩肉粉 嫩肉粉 也要做石粉 或者家里没有 你有苏打 也可以 用苏打粉 也可以 苏打粉不是发酵满足的吗 对 它那个里头也是让它肌肉纤维膨胀 然后把水分打进去 这样你吃起来就很嫩滑了 我们用一点的料酒 用料酒 料酒 还一点点葱姜水 葱姜水 把这点呢 嫩肉粉给它卸开了 这样呢 你挂起来就均匀了 有时候你撒面 这儿可能全吃上满了 那边还没挂上 就存在这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 这个胡椒粉 让它里头有点什么 有点去腥味 然后我们再往里加一点点盐 把盐加下去 这时候呢 给它搅拌均匀了 感觉上劲了 粘手了 这时候就可以加上加淀粉 淀粉是放在最后一步来加 对 最后给它着衣 穿上一层外衣 穿上一层外衣 穿上一层外衣似的 对 那这个大大要腌别 这个腌十分钟 让它入味 为什么呢 这个不能说 三两分钟你就做不成 就那个石粉 和这嫩肉粉在里面 还没起上作用 没起上作用 来你看 上到这样就可以了 这瓜姜水 还有一个作用 就可以锁住这个肉的 这个鲜味香味 对 把它的营养成分保持 腌制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把冬笋和黄瓜 切成鸭肉粒同等大小的丁 不仅搭配颜色 而且吃起来口感更清爽 我觉得这个鸭肉 还真的我们应该可以多吃一点 因为我了解到这个鸭肉的 这个脂肪含量 它特别适中 吃完之后很容易消化 你看像我姥姥 她是经常吃鸭肉 喝点鸭汤 吃点鸭肉 现在80岁了 精神倍儿好 下面我们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 就可以炒制了 给它锅烧热 把里面的水汽烧干 热锅凉油 烧热了 我们再下凉油 待会我们在炒的时候 这个油温一直是大火吗 不是 热锅凉油关小火 这时候把腌好的鸭肉挂下去 你看油是凉的 油是凉的 它一倒到里面之后 感觉这个鸭肉的这个 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的干了 对 一个个的开始饱满起来了 看 蓬松了 就刚才我们家的嫩肉粉这些 起上作用了 这个就叫给鸭肉滑油是吧 对 家里头你得吃一下鸭 少许油 又属于鸭又属于滑 这时候一定等鸭肉要成熟 成熟 你怎么能导致鸭肉的成熟呢 你看感觉 你拿勺子一顶它 它有一定的弹性了 一定的弹性 这就熟了 我们可以倒在这里面 控油 你看一点不粘过 是吧 宋杰你看 平时做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 热锅凉油 它就不散锅 好 下一步很关键了 叫什么呀 叫什么 炒酱 炒酱 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很多次 还是有很多观众来信说 没有记住 别着急 今天屈大师再一次告诉您如何炒酱的秘诀 找许的底油 然后呢 我们放入黄酱 因为黄酱很稠 那么这时候要放什么呢 放料酒 两小勺就可以了 三勺 然后加上葱姜水 这时候要用小火 慢慢慢慢的把那个酱香味炒出来 炒熟了 没有生酱味了 而且有点气静勺的感觉了 这个时候再放海鲜酱 海鲜酱不能早放 早放了 那海鲜的鲜气全烫了 胡椒粉 也是为了去腥 是吧 放一点点胡椒粉 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 这个海鲜酱的感觉有些像甜面酱 对 有点甜甜的 是 那跟这个黄酱一综合 是不是感觉会比这个口感更清爽 口感清爽 比较适合夏天吃了 而且鲜味很濃 是吧 鲜味很濃 颜色浅呢 我们可以稍微提一点点老抽 让它更加红亮 是吧 感觉这有点 刺辣刺辣刺辣的 很粘稠了 这时候我们把 笋丁 笋丁可以拿开水焯一下 去去它那个酸味 酸色味 然后再把黄瓜丁 然后再把它稍微变一变 让它有点受热 这会需要大火 需要大火了 受热 趁着热 锅热的时候 把这葱 倒把葱放下去 爆香 把它锅里头出香气 我原来在炒的 我一般都是最后来放葱 看来这个不错的 行 现在最后把那个放进来了 这个时候给它翻炒均匀 是吧 翻炒均匀 真棒 我们拎入少许香油 香气出来了 而且这个鸭肉的光泽度 特别好看了 现在 最后点入光火 放入味精 那么这时候给它搅拌均匀了 酱香四溢 色泽红亮 没错 紧脂包恰 吃嘴里头又滑嫩又鲜香 怎么样 宋杰 请上来 大家一会尝尝 怎么样大哥 吃了的感受 很香很嫩 跟宋杰做起了几呢 比他做的好多了 还好多 而且最关键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们说是吃肉上火吗 鸭肉吃的不上火 是吧 以后宋杰可以在家里 多给您做一点 好 再来回顾一下这道菜的步骤 首先鸭肉粒 用嫩肉粉 料酒 胡椒粉 盐 淀粉 腌制十分钟 然后过油 煸熟备用 锅中放少许的油 加黄酱 料酒 葱姜水 海鲜酱 胡椒粉 小火炒酱 最后加入笋丁 黄瓜丁 鸭肉丁 炒匀即可 最后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我们天天饮食 有礼活动 现在已经开始了 只要你按照以下的方式 填写 观众意见调查 把你们的想法 愿望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天天饮食的 十年点藏图书一套 一共十册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份礼物 送给宋杰 谢谢您 宋杰 好了 我们金龙泥 美食大家庭特别节目 明天再见吧 在明天的节目里 将为您带来一道 美味的蛋饺煮仙君 如何制作蛋饺 精彩 尽在明天的天天饮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